賣神奇千萬惡 會不會出去第一天就刮刀 蛤 請不要在身上吃東西 不准 喝東西也不行 不行 開心嗎 開心開心 嗚嗚嗚嗚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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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一個人躺進去 說說你 我關起來了 關起來 拜拜 拜拜 哈哈哈 加油 考驗技術的時候啊 考驕照 沒事出什麼都爛車位啊 歡迎來到 P1日常 我是P1 今天是不是太開心了 嗚嗚嗚嗚嗚 大家知道為什麼用配音的方式嗎 就是我出門實在是太嗨了 回家發現完全沒有收到 零水就用配音的方式來做開頭 今天應該是我人生 除了生日以外 最值得紀念的事情 就是我買一台車子了 而且這台車子呢 是我喜歡了非常久 從高中就非常喜歡的一台車 其實本來交車日呢 是明天 車行今天突然跟我講說 可以交車了 但是小明哥今天沒空 所以呢 我就拜託火雞 還有愛波陪我一起去交車 順便拍一下 我非常興奮的交車過程 之後應該就有聲音了 嗚嗚嗚嗚嗚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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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生氣了 然後交測時間 我以現在這個日期 如果之前有發單 你再回來找我 對對對 那你生氣千萬惡 謝謝 你可以把它換在一起 這樣就好了 對 那你會完什麼時候會了 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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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剛剛就說 就是這張大門 無窗框 如果這個燈駕起的時候 就是有表示 他有在用 關閉的時候 他就是不會是這樣的動態 電燈的動態 儀表也會顯示 好 因為像我們打開 他就是會有那個 無視不動的 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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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嗚 之後再跟大家好好介紹 嗚 而且你看喔 他這種無窗框車 關起來還會自動吸上來 你看喔 有看到嗎 他會吸上來 他會合起來 喔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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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上車 你上車 他椅子超低的 坐在 超低的 跑車 這是跑車吧 這是跑車啊 這台是叫跑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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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耶 猴子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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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什麼 不要亂講話 哈哈哈哈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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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潮了 嗚 這個座墊呢 是選配的M系列的跑車擠皮座椅 請不要在車上吃東西 不准 喝東西也不行 不行 哈哈哈哈 對啊 不准上車 喝完才能上車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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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嗎 開心開心 嗚嗚嗚嗚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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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為什麼想要簽這台車啊 其實這台車呢 是我的夢想車 高中的時候這台車剛出2014的時候 然後我就非常喜歡它 雖然說呢 4系列有出新的G4代 這台是F4代 但是我還是最愛F4代 因為它真的是太帥了 然後G4代呢 就是鼻孔特別大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不考慮價錢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舊款的 只是它內裝就是比較復古風 就是現在新版的 它的儀表版都是數位化 總控那些都變得很漂亮 但這個就是有年紀了 過了七八年 這台車還是在我的夢想清單裡面 哇 那你這是原夢計畫耶 沒錯 大家要努力賺錢 總有一天你們也可以玩什麼夢想 好感人喔 你這句話很勵志耶 原本以為我的人生就哪樣了 說不定 還可以看它變SW F36420i 還沒給大家看那個耶 後車廂超巴乾大的耶 真的喔 而且它是五門先輩的喔 只有這一款有 因為這個系列有出三個 只有這個是先輩的 空間超大的 那可以一起去露營了嗎 可以 沒有可以直接躲在後面 你跟我說你要買車的時候 就是排不到一個月 所以就很迅速這件事情 這台車就是在我的心中 已經佔了七八年的份量了 我那時候有考慮說 要不要買全新的國產車 還有考慮BMW的E系列 但是 小明哥就跟我講說 E系列跟4系列就沒有差很多 所以就直接晉升到你最想要的車 因為你畢竟 你之後還是會買很喜歡的車 所以大不如 就買自己喜歡的車 從我說要買到現在不到一個月而已 對啊 超級壞速的耶 純潔也傻眼 純潔看到我開心的樣子 你敢開心嗎 那你真的滿開心的耶 開心開心 快樂快樂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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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第一次的 就是坐上去這樣 開在路上的感覺如何 就是好像人車一體了 因為BMW它的駕駛感真的很好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很難操控 很直覺的 就是你想要怎麼操控它都會 隨心所欲的感覺 那你買二手 就是有你要注意什麼 跟大家講這個二手的故事啊 噢 講到我就氣啊 因為原本呢 我就要看4系列 然後想說問一下 朋友有沒有認識的中古車 我就問到一個國中同學 他的朋友剛好在賣車 其實他內裝就是我喜歡的 因為BMW它 光是系列就有分九種款式 然後九種款式裡面的選配又不一樣 像這個飾條啊 所以這一些剛好都是我喜歡 連方向盤都是選配 就是M系列才會有的這個方向盤 突然一般的BMW 它的方向盤是很古版 就是很大很像螃蟹殼 這個就是跑車的方向盤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這台車我就很喜歡 但是那個業務真的是 那我不開心 我們買中古車一定會傻價嘛 不給傻就算 他還跟我說他沒賺錢 他說他賣這台車他沒賺錢 我聽他這句話不想跟他買了 因為我覺得 你沒賺錢你幹嘛每天問我要不要買 你懂嗎 幹嘛那麼積極 感受不是很好 我就問其他車行的朋友 因為我台中的車應該都可以掉了 車行掉來掉去 然後就請我爸幫我問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叔叔 他是我媽認識 就是我還沒出生的時候他們就認識了 所以應該是不會騙我吧 所以呢他們就跟他調這台車 然後來幫我整你 然後美容之類的 然後交給他們用 就比較安心 或者是你可以找懂車的人陪你去看 因為像我是完全不懂 他剛剛講什麼我都說我聽不懂 反正放心交給你 就是一個信任嘛 有時候最親近的人也不一定 你的爸媽媽都會騙你 我是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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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的爸媽也會騙小孩子 所以我覺得 看你對他的感覺 不是說越親了越好 因為有時候反而陌生人還比較信任 就是不一定 就是信任感的問題 買中古車除了信任感還有就是運氣吧 我其實看沒有幾台 看到他我就決定要他了 就是緣分 那你接下來就是開到這台車 你最想要去的地方是哪裡 天涯海角 好了掰掰 謝謝大家 我們就可以經常出去玩 還有為什麼我會想買車就是 以前有人在 現在呢就是出去沒有高鐵的地方呢 就會比較難到達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買一台車 然後我們也可以一起出去玩 去什麼南投之類的 那種地方就是坐車很難抵達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就買一台車 可以載朋友出去玩 讚讚讚讚 我那時候買車的時候 有一個堅持就是我想要全原廠的 不要有任何東西是改裝過的 因為我不喜歡改裝車 我就是所有東西都想要原廠的 我有原廠控 摩托車也是 就是想要全部原廠 然後這台車完全沒有改過 所以喜歡呢 讚讚讚 欸那你真的是百年難得一遇 對 因為我有看其他的也有這個內裝的 也是藍色飾調的 但是 他就給我改管 蹦蹦叫的 我就不喜歡 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 變那麼久過彎真的很厲害 就是跟其他的牌子比的話 就是有的時候會覺得 嗯 好像會身體有移動 但是他就是很穩 然後加上4系列他又是轎跑型 他的底盤都比其他系列還要低 好像專業車評論 對啊 這個頻道要換了 246偶數系列都是屬於比較跑車型的 然後135就是一般的轎車 4系列就是從3系列延伸出來的 所以呢 他跟3系列外型很像 但是 看起來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開過3系列 我記165他完全是可以 空不到 空不到前座 完全耶 很寬耶 開一個手帳的長 嗯 而且他真的可以讓我腳架伸長 太帥了 大家看一下他的後車箱 超大的 超大的耶 超大的喔 超大的喔 他好大喔 他超大的喔 你看我一個人躺進去 乖乖 乖乖乖 乖乖 我本來買雙門的 雙門的話 他這邊就會像一般的轎車一樣 他開口只有一個小L型 東西就很難塞進去 但是這個超大的 然後他是電動物 太帥了 蛤 太帥了 其實我不知道 這個車位停不停的進去耶 因為他很胖 加油 考驗進出的時候啊 考駕照啊 沒事出什麼都爛車位啊 等一下要收起來 不然就斷掉了 好像哭出來了 哇你好像在考駕照喔 可以嗎 剛剛好 真的是剛剛好 剛剛好 對他頭剛剛好 好了你駕照100分了 各位 我已經到家了 好開心喔 其實我覺得影片應該沒辦法感受到我的開心程度 因為我自己內心是滿激昂的 這台車真的是我從高中以來就非常喜歡 而且我身邊的朋友全部都知道 連我國中同學 然後小明哥也知道我非常喜歡BMW的4系列 而且是喜歡到平常在路上看到它 我就會心跳駕駛 你都會覺得哇 這台車好帥喔 我也很喜歡BMW所有系列的車 所以只要遠遠看到那個頭燈 我就知道那是3系列 那個是4系列 那個是6系列 然後那個是M4 那個是M3 我都會看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真的好喜歡BMW 真正牽到的時候 那種感覺好像沒辦法用言語來形容 尤其是這台車 又是我喜歡了將近快10年的車 如果我有錢去買什麼寶石節 就是不考慮經濟能力的話 我還是會選BMW4系列 因為我真的 真的很喜歡 然後之後這台車如果開一陣子了 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台車的優缺點 然後還有外觀上面 我有什麼新發掘 因為我剛剛還在摸索 連那個中控台我都不太會用 所以就等我慢慢摸索了 再跟大家分享 好開心喔 但我知道這支影片可能會有人說 哇我youtube好好賺之類的 但就看你想要滑在哪裡 就像是身邊有朋友 上個月去歐洲玩一個月 然後花了五六十萬 每個人要的人生體驗都不一樣 像我可能就會覺得 旅遊花五六十萬很貴 買車 我就覺得很划算 但是我總不會說 那些出國花五六十萬的人很奇怪 就是每個人要的人生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不要牽制人家的人生 因為你不知道人家經歷了多少 然後因為你想要得到這個東西 你要換人的代價有多大 沒錯 心理雞湯 那今天的牽車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嗚呼呼呼 希望你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 還記得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為什麼想要開車開車啊 其實 我們應該是要自然的 對 你很像那個 對啊 我現在要自己走 那你現在簽到這個後面 你希望他所有人都喜歡 HAPPY啊 等一下 我覺得只有另外一個 一個給你